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童一元 那今天呢是9月1日 是香港全民检测的第一天 我提前呢在网上已经预约好了最早EP的核酸检测 想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检测的全过程 大家只需要在政府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官网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选择你想去的检测中心和时间就可以预约成功 香港这个全民检测也是非常受欢迎 在第一天的预约中呢就很多地方已经爆满了 在香港呢有141家核酸检测的点 我今天来到的是其中的一个 大家也可以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进行检测哦 那因为现在在场馆呢就不允许拍摄 所以我就待会儿出去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介绍里面的情况哦 两分钟之后 那我现在是已经出来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哦 还收到了政府这个同心叛逸的口罩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场馆 然后呢也是分那个检测区和等候区的 等候区大家不用担心哦 就是坐的座位都离得很远 我呢就是坐了鼻部和喉部 其实它会就是捅的还比较深 所以会有一点点不舒适感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 很暢顺和很舒适 里面没有什么人 还有呢就是应该都要 现在全人都要做了 这个大家都安静一点 很快很简单 不是最舒适的 嗯哼 很快很简单 很快很简单 保持社会安全 很简单 很舒服哦 进去里面的冷气 还有那些湖水都很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合身检测的全过程 在未来的六天呢 大家还可以继续预约 如果我的结果是阴性的话 我就会收到短性的通知 如果我的结果是阳性的话 那卫生署就要把我带走 希望大家还可以见到我哦